泰坦尼克号中这个关于中国人的删减片段 很少有人看过 画面中军官哈罗的罗维指挥着14号救生艇 在满是浮世的大海上救人 突然他发现了一位生还者 灯光照亮的地方 一个留着辫子的中国人半蹲在门板上 看起来十分虚弱 救援队迅速划过去 最终成功将这个中国男人拉上了救生艇 这段情节并非虚构 而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在采访中说 片中罗斯趴在门板上获救的经典情节 就来源于这个中国人的故事 很多人都看过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 但贤可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知道 在那艘历史上著名的巨轮上 竟然还有来自中国的乘客 并且不止一位 而是八位 其中有六人生还 在当时高达68%的死亡率中 他们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但非常蹊跷的是 在当年的海难中 几乎每个幸存者的故事都被完整地记录下来 可唯独这六个中国人不知道去了哪里 下落不明 他们的遭遇无人知效 就此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中 而且在极少数的口述和报道中 西方媒体声称中国乘客为了登上救生艇 有的假扮成女人 有的躲在座位下面 被描述成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卡梅隆监制的一部纪录片 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中 二十位研究员历史五年 查阅了上千份史料 探访二十多个国家与城市 尽力还原出这六个中国幸存者 真实的身份和经历 揭开西方编造了一百多年的谎言 以及一段充满歧视和血泪的历史 故事还得从一则非常珍贵的史料说起 研究员在一张泰坦尼克号的 外国登船名单中 发现了八个中国人的名字 职业都是水手 随后在救援船上记录的 幸存者名单中 又找到其中六人的名字 可惜这些名字都是用英文登记 每个发音代表几十个不同的汉字 而且重名太多 根本无法确认 没办法 研究员们只好在互联网上大海捞针 结果在魔网站的论坛上 检索到这样一个话题 有没有关于泰坦尼克号上 八个中国人的信息 点进去 有一则评论引发了大家的好奇 这个网友声称 其中一位幸存者是他的父亲 名叫方荣山 但奇怪的是 名单中并没有这个名字 只有一个叫方朗得有点接近 尽管存在疑点 但研究员还是想联系上这位网友 在他的帮助下 研究员们对这位已故的方荣山老先生 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方荣山原名方森 出生于江门台山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美国经商 从此定居于此 但他从来没跟妻儿提起过 自己在海难幸存的经历 他的儿子也是在亲戚口中得知 父亲曾在大海中 被人从漂浮的门板救起 而且乘坐的正是泰坦尼克号 随后他们来到方荣山的老家 江门台山 这么多年过去 还记得他的人已经少之又少 幸运的是 他们找到了方荣山的侄孙 也就是妹妹的孙子 看长相就知道是一家人 他说方荣山曾在寄给他奶奶的信中 讲过自己的经历 其中有一首诗 他至今记忆犹新 看来离真相是越来越近了 以此为突破口 研究组推测 船上的八个中国人 全部来自台山 而且相互认识 他们坐在三等舱中 在海难发生时 敏锐地察觉到危险 迅速跑到甲板上 其中五个人坐上了救生艇 方荣山则是被打捞上来的 那他们到底是如何上的救生艇呢 真的是靠着辫子 假扮成女人吗 为了搞清真相 首席调查员 十万克决定情景在线 一比一打到了当年的救生艇 因为当时的平均身高 比现在低不少 他找了几个学生扮演乘客 发现根本不存在 藏在座位下 却不被发现的可能性 那么问题来了 当时的西方媒体 为什么要毫无根据地诋毁 污蔑中国幸存者 其实这跟当时的社会环境 有很大关系 十九世纪的中国相对落后 有大量华工涌入西方国家 卖苦力 久而久之 造成了华人 同当地工人抢饭碗的紧张态势 本来就不受尊重的中国人 遇到了更为严重的排挤和歧视 美国的排滑法案就是有力的证明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当年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 抵达纽约时 绝大多数人受到了妥善的安置 可这六名中国幸存者 却因为当时施行的排滑法案 在24小时之内被驱逐出境 从此下落不明 原来泰坦尼克号承诺并不是这六位中国人 经历的最大悲剧 身处异想遭遇到的压迫和歧视 才是他们要一辈子去抗争的伤痛和苦难 这也是这部纪录片真正的价值所在 有些事实会被歪曲 有些名字会被抹去 但真相 以及真相背后的历史 不应该被忘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鲜鱼 如果你有什么想进的故事 想看的电影 可以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